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只想跟你说一句话 今天我就把清清 就算正式地交给你了 爸爸希望你以后要疼他 爱他 呵护他 好好地过日子 一直到老 爸爸 我知道了 爸爸 好 爸爸 谢谢 下面我就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阿世马 送给我们的阿黑哥 大家欢迎欢迎 别控制掌声在哪里 谢谢 马铃儿向来有歌声唱 我陪阿世马回家乡 远远离开了惹不巴拉家 从此妈妈不忧伤 不忧伤 泪忧伤 泪忧黑 不忧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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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相 我没有什么跟你说的 我是你婚礼的客人 你就这么待客的 你这话说的可真逗啊 你不早就反客为主了吗 我是想告诉你 清清昨天晚上去找我 是把我的钱还给我 因为他要用你的钱 去救他的父亲 他很在乎你 他怕伤了你 即使他父亲病成那样 他也把你放在心里最宝贵的地方 你对得起他吗 好 小姨小叔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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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小叔说的事 小姨小叔说的事 让人天气多不好啊 哎呀怕啥呀 老池家大喜的日子 那就得让他们都知道啊 我熬食糖 吃吃吃 来吃吃 汤吃了喜糖烤哈佛啊 什么逻辑啊 吃喜糖烤哈佛啊 咋的了 老池家就是人才辈出啊 这杨杨吃了喜糖指定比你强 那不上哈佛上啥呀 吃 爸 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做完饭叫你们 别动 别动啊 别动 千万别动啊 今天是你和二祥那大喜的日子 我来做饭 你回屋歇着去 不用 做饭又不累 没事 别动 不 你今天正式进入老池家门了 你就得听我的 不管累不累 你都得回屋歇着 从今天开始 你爹你妈把你交给我了 我这辈子就得对你负责任 不是 这话好像说吵了 要不这样 你回去休息 我跟着 你你你你也别动 你也别动 你是新郎官 你不陪着媳妇 你干啥呀 起啥哄的你啊 进屋进屋 你俩都进屋 我俩进去 进进去 走吧 快 回歇着去 好 辛苦了 爸 不行 不行 多吃点糖 昨天的事 是我做的 我犯糊涂了 我不该那么对你 那么想你 那么伤害你 你原谅我 要我原把昨天的事 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一切都给你 我以后不会这样 我要摸在你 我要摸在你 好想你 你也不想你 我就是 我就是好讨厌 这么欺负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持强表现特别不好 那做法根本就不像个男人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我就不这么认为 我是个男人 我特别理解持强 就因为持强太爷们儿了 所以说呢 他很介意这件事情 你想一想啊 你说哪个男人在家里的时候 不愿意当顶娘柱啊 你说这个时候让外人来当这个顶娘柱 他心里头能好受吗 再者说了 他们刚结婚半年 你现在的这种小伙子 这个时候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知道吗 浑身上下都是力气 就想往前冲 哎 一下子挨了红板 被人罚下场了 你说他这心里头能好受吗 那是他自找的 你知不知道 这么长时间 咱们家清清为他凭了多少事 为他们家做了多少事 我跟你讲 要不是这手术费的事 你八万块钱的赞助费 我压根就不知道 这多大的事啊 他们家连医生都不吭 你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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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咱们家清清不让说吗 再者说了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什么你家的 我家的呀 你呀 你怎么就不知道 心疼咱们闺女呢 你知不知道孩子多不容易 不是 我自己的亲生姑娘 我怎么能不心疼呢 我又不是后爹 再者说了 你疼自己的姑娘 你闺那边你也得心疼啊 人家池祥一下子拿出来 十八万呢 容易吗 老池家现在怎么个情况 你又不是没看见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咱家困难 那人家就不困难吗 拿出一碗饭了 还得给咱们拨出一半来 咱还不领着个情 把人家给撒回去了 那你想一想 人家心里头能好受吗 有的时候 咱得站在人家的立场上 想一想这些事 你说是不是 行了 你别着急上火 这老话不说了吗 解灵还需 寄灵人 我惹的祸 我来评 你惹什么祸了 你凭什么事啊 你冷静的想一想 要是我不得这个病 就没有遥远那笔钱的事 清静跟池祥就不会闹矛盾 外里邪说 什么外里正理啊 你这个人哪 怎么就跟你讲不明白呢 你想一想 你在这做了手术以后 做完了还得什么化疗啊 什么什么放疗啊 那就这个无底洞 天不满 那得花多少钱呢 他们俩挣多少啊 不你什么意思 老苗 你 你是不是不想这了 你是不是不想这了 obtaining这事 你是不是不想其他 你我 你 感谢观看